我先向大家介绍一下吧 今天我们的开机大讲堂 是非常感谢燕青 邀请到了李轩博士来给我们做一个 关于他最近的工作 PASSNERV的一个报告 然后李轩现在是 讲究凡夫老师三年级的博士生 这个工作非常有意思 其实要素拉满了 又有物理仿真又有NERV 又有各种Material Identification等等 就是算是结合了非常多的时下的 很多的popular research ideas 所以我们也非常欢迎李轩来给我们讲一讲 这份工作是怎么做的吧 好的 那么就直接开始 好 OK 所以大家好 我是李轩 然后今天要介绍这篇 最近在iClear2023的工作 也叫PackNERV 主要的idea就是用 把NERV跟Defensible Physics结合起来 然后去解这个System Identification这个Task 首先可以介绍一下我 然后我们 我是现在是UCLA数学系 Multiple Slab的博士生 然后老师是讲成凡夫 而目前的研究兴趣就是 大部分还是主要是数值仿真 然后会拓宽做一些 比如说Machine Learning在Simulation里面应用 然后以及一些SIM2Real Real2SIM的一些Application 然后这个二维码是 左边是我个人网站的二维码 右边是我们Lab的二维码 对然后之前是在清华大学数学系 获得了本科学位 然后在实习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 然后最终又回到了UCLA的数学系 去攻读博士学位 对那我们就开始介绍这篇工作 对这篇文章的主要Task叫System Identification 它的主要目的是比如说给一段这样的video 我想知道这个Taurus的通过这个interaction 它跟桌面的interaction去估计它的阳式模量 也就是它的软硬程度 或者比如说这个 这个液滴撞在桌面上 它会形变 然后通过这一段动画去估计它的粘稠度 也就是viscocity 对就是这参数呢 就大致就是这些想估计它的这些物理参数 对之前已经有一些去解决这个任务的一些工作 但是他们都是假设这个物体的geometry在初始是已知的 这样就能直接用simulation去作用在这个geometry上 让它动起来 比如说这两个工作 一个是guardsim 一个是risk 它就是把differentiable simulation和differentiable renderer结合在一起 因为整个pipeline都是differentiable的 所以可以把这个视频上的得到的视频上的loss 可以通过differentiable renderer去传给simulation 然后再通过difsim把这个导数再传给praneter 这样呢就会可以通过pixel loss去优化这个物理的材料参数 但是它假设这个物体的geometry是exactly给出的 所以我们这篇工作是想用当前最热门的nerf 因为nerf它也可以有一个做geometry重建的一个功能 所以想用nerf把这个geometry以至这个sumption把它去掉 利用nerf去重建物理厂其实已经有一些有这篇工作了 所以它是2022年sigraph的一篇工作 就是把dynamic nerve和prin就是physics inform neural network 也是就用network去解simulation的pde 就把这两个部分结合在一起 然后去做烟雾重建 那么density field其实nerf的density field其实就是我们可能想需要的geometry information 对但是prin它只能解一些很简单的比如说fluid simulation 然后就是bundery condition很简单的这些情形 对一般的比如说弹性体这些比较复杂的pde 它还是没法能很好的解决 这单独就可以算是一个研究领域 所以我们就是想不用pn 就是想把pn这部分换成传统的simulation 比如mpmfem 然后再跟nerf结合起来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idea 就是希望通过把nerf跟传统的simulation结合起来 然后既用nerf去重建geometry 然后又通过传统simulation去估计这些比较复杂的场景中物体的physical parameters 然后因为nerf是需要多长多角度的图片 所以我们也会input是一个多角度的video 比如说这个taurus 我们会在不同的角度拍同样过程的就是视频来作为输入 对 然后我们的这个整个框架其实很大灵感来源于dynamic nerf dynamic nerf就是希望把让nerf能动起来 所以他在nerf是学xd也就是空间位置 然后viewdirection到颜色以及单色defull的一个映射 所以dynamic nerf是想把这个让整个场动起来 所以他加了一个time这个维度 所以学一个xdt到sigma这个映射 然后它的loss就是在整个image sequence上 或者video上做rendering loss 所以这有一个从某一个时刻ti固定 然后先算一下loss 然后这个i再不断变化 就在整个sequence都加起来做一个loss 然后但是直接train这个网络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因为给的就是 虽然这个representation很简单 但是需要很大的计算力去fit这个网络 所以dnerf就是找到了一种方法 就把这个map给它decompose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deformation network 它可以把这个deformed state 对应的位置印回到一个canonic space 然后它的这个原色和密度场 是定义在canonic space里面 所以它就相当于把这个deformed state 转移回canonic space 然后在这个canonic space里面去做渲染 就是这样就能达到 因为这个deformation network是寒实的 然后它印回来的东西在随时间变化 所以你在canonic space做渲染的时候 就会得到一个image sequence 但是这个canonic space 它这个映射本身就是 它是不寒实的 是随时间不变 如果熟悉MPM或者其他这个train canon simulation的同学可能就可以get到这里面 有一个很简单的类比 我们可以把canonic space类比成material space material space就相当于这个物体没有形变的状态 然后这个deformation network可以类比成 simulation里面deformation map 但是deformation map是从material space到water space water space就是形面后的形状 所以这个dnerf里面的deformation network 可以类比成这个simulation里面deformation map的inverse 对 所以根据这个主要的类比 我们就提出了我们的框架 所以从左边 左边是pecnerf的一个idea 右边是dnerf的idea 那我们就是想通过这个deformation map 直接作用在初始的这个 比如说我们已经有了一个static nerve的场 然后直接把这个deformation map 作用在这个初始的nerf场里面 这样的话这个nerf的场就 它的运动就一定就遵循了这个physics 比如说从左边到右边 比如说从左边到右边 它就直接能给我们一个遵循physics变化的一个变换 对相当于就是把这个deformation network的inverse 换成了physics有physics的deformation map 那么我们还是为了让这个deformation map能 为了让这个nerf场能动起来 我们还要一些假设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就假设这个 nerf的这个密度场和color的场 它是conservative conservative就是相当于我们说 它的material derivative是等于零的 也就是说你在material space去跟踪 跟踪这个material space里面的particle 然后这个particle上的量 这particle在随时间变化 但是particle上携带的这个量 它是肯定不变的 也就是material导数等于零的含义 然后这个deformation map 是遵循这个一般的elastic dynamics 也就是一般simulation要解的这个过程 然后这部分我们就直接用differentiablempm去 去调用differentiablempm去解 然后就是因为传统的simulation不像pn 它是连续的表达的 传统的simulation它是需要 有一个某种discortization 比如说mpm是用particle 然后fem是用mesh 所以这种它是相当于把连续的东西把它离散化 所以我们可能也需要一个离散的离散版的nerf 然后在调研我这篇工作之前呢 我也刚好有一篇离散的nerf 然后可能可以用 它就是dvjo 它就是相当于把 把这个nerf需要优化的这个density field和color field 把它离散到voxel上 regular grade上 然后再通过interpellation就可以得到全空间的一个连续的场 然后因为这个interpellation得到的连续场 就可以在街上传统意义上 nerf进行渲染 但是它的自由度都是定义在voxel上 所以它的收敛会非常快 所以我们的idea就是想用这个离散的simulation去advict 也就是transform这个离散的nerf场 而不是连续的一个连续的场 这样会让这个transformation会变得更简单 对 然后在具体细节呢 我们是用了一种hybrid的representation 就是既有欧拉场也有lagrangian场 我们用欧拉场的目的就是 就是为了用voxel nerf 因为voxel nerf它就是表达在欧拉场上 是一个background grade 然后但是我们还是需要一个lagrangian场 就是因为我们要解 要使得这个变换是conservative 就是让这个欧拉场表达的field是conservative 它的material derivative等于0 那么在欧拉视角在lagrangian视角下 就变得非常trivial 因为你只需要跟踪这个初始的particle 把这个初始的nerf场的 比如说density和color 给它bind到这个particle上 然后这些particle运动 它携带的这些nerf的场的quantity 然后就直接能动起来 然后我们让这个particle上 它携带的量肯定不变就可以了 但是因为在每一个frame 我们得到的是particle携带的一个场 所以我们还是需要用把这个particle 转成voxel representation 因为我们还是需要voxelnerf去把这个东西渲染出来 去做pixellevel的loss 所以我们还是需要从particle转成grade 然后去渲染图片 所以这个跟npm是比较相似的 也就是我们用到了g2p和p2g这个operator 但是在这个nerf的 用在nerf上 nerf这个场上 我们只需要linear kernel就够了 然后我们是用differentiablenpm 去解这个物理场的变化 解它的速度成 因为npm可以支持各种各样的材质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它也用到了hybrid representation 所以跟我们的 对nerf的representation很契合 所以他们 比如说他们可以share一个共同的background grade 然后另一个更大的原因就是 因为diff太极的出现 去实现differentiablenpm 变得非常简单 所以大部分的代码都可以直接用现成的 对 所以我们选择了 用differentiablenpm作为underline的simulation 但是其实只要是particle system 能把这个particle去做thevection 任何可为的simulation 应该都是在我们这个框架下是work的 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们整个packnerf的pipeline 我们就是分两个阶段 一个第一个阶段就是静态阶段 stack phase 我们就是想把这个material space建出来 在这个阶段就是我们会通过voxel nerve 会train一个voxel nerve 但是只用到了所有视频中的第一帧 也就是相当于在第一帧这个物体 刚开始的时候 用多个视角把这个物体给先用voxel nerve 给重建出来 然后在重建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些背景都抠掉 然后只重建这个物体 然后在voxel nerve收敛之后 也就是它已经得到了一个 对这个geometry已经有了比较好的估计 然后我们会固定这个voxel nerve 然后进入这个dynamic phase particle system需要把这个做一个g2p 把这个voxel nerve携带的场的信息转移到particle上 然后同时我们还要因为 还要把这个particle具体的给它sample出来 所以具体的做法就是 在每一个activevoxel 也就是它的density大于0的voxel上 去采样八个particle 然后这样的话就能得到particle 对初始几何的particle的representation 然后我们再用g2p把这个场的信息 也就是color或者density 这个信息bind到这个particle上 然后把这个初始的particle作为mpm输入 这样的话这个particle就可以在physics的作用下动起来 然后在每一个frame 然后我们再用p2g 把这个particle上携带的density和color 给它transfer到grade上 或者voxel上 然后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就相当于得到了一个新的nerf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voxelnerf 把它们渲染出来 然后再跟groundtruth 在这一时刻对应的视角的图片做loss 然后这个loss 得到loss之后我们就可以求导 然后再通过differentiablempm 把这个gradient传给初始的参数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去估计它的physical parameters 然后这部分是具体的我们如何用diffmp 就是也可以认为是太极在这个我们如何用太极去实现整个框架 所以整个optimization框架其实还是实现在pytouch里面 因为我们需要用到voxelnerf 然后cv那部分代码大部分都是用pytouch写的 所以我们需要用那部分就直接去大概稍微修改一下 就能用现成的就用现成的 另外就是去优化这个物理参数的时候 我们还是用了pytouch的optimizer 因为它实现的比较方便 然后以及它管理这个需要优化的参数也比较友好 然后就是整个trainable parameter的管理 以及优化都是靠pytouch 然后太极是只是负责其中的作为一个differentiable layer 去传递从nerf传来的导数 然后再把这个导数传回它的初始状态 然后传给这个pytouch段 然后pytouch能够调用optimizer去做优化 然后这个是我们为了验证我们的整个pipeline 我们生成为一个synthetic dataset 都是通过simulation生成的 MPM 都是MPM生成的 然后每一个case 我们用了11个camera 这个camera是平均分布在桌面上方的上半球 都是俯视的去看这个物体 然后大概涵盖了五种不同的材料 比如说这个burt torus是elasticity 然后左边这个是牛顿流体 然后crane和牙膏是非牛顿流体 然后还有橡皮泥 还有这个沙子 然后这个就是数值上的一个优化结果 然后左边是initial guess 我们尽量让这个离ground truth尽量的远 然后中间是优化得到的结果 然后可以看到大部分宽数都离ground truth都比较近 然后下面就是一些动图 就是具体的优化的成果 那左边就是ground truth 就是给定的这个video 但是我就是只踩了一个角度 中间packnerf就是我们把初始的nerf 让这个npm在学到的这个参数下进行运动得到的结果 然后右边就是因为我们在跑npm的时候 会生成npm particle 然后让这个particle直接就直接把这个particle给viralize出来 所以可以看一下这个结果 可以看到基本上跟ground truth是一致 因为我们在trainnerf的时候把背景抠掉了 所以packnerf这地方只有空白的背景 那particle是把这个particle直接放回到原来的场景做渲染的 对这个是牛顿流体就去优化它的viscosity 然后elasticity主要是优化它的阳食模量 然后非牛顿流体 我们用的是continuumform里面的viscoplasticity 就会优化它也有一个viscosity的参数 对然后还有一个yelstress 就这两个比较关键的参数 对然后还有这个 这个是橡皮泥 然后yelstress用的是mormesis plasticity 然后也会优化yelstress 然后是sass 我们会优化它的摩擦角 不同的摩擦角它会导致这个坡的最终坡的高度不一样 然后这个是一个更复杂的边界条件 但是比较简单 也用的是elasticity 以上就是我分享的主要内容 没有问题欢迎质问 非常感谢李轩 在大家generate问题的时候 我可以先问一些吧 第一个问题是 这些的simulation的外部条件是如何判断的 比如说边界条件在哪里 重力又在哪里 这个是直接可以从video里面交出来的吗 还是预设 之前还是直接给定 对了解 然后你这个东西就是最后要用到nerf的理由是啥 我的理解是你们最后其实是用了一个volume renderer 对吧 然后或者说是一个differentiable的volume renderer 所以才可以t度回传 但是它potentially可以跑就是real world images 比如说我就拍一个水杯里面的有液体倒下来 我想测定它的年度是多少 这个可以做到 对 nerf的主要 其实它的主要作用就是differentiable renderer的作用 但是nerf可以把这个geometry的assumption给它去掉 就可以把这个geometry也建立出来 了解 因为你最后其实在simulate是空间中的粒子 但是要做的loss function和nerf 你对这个loss function就是一个会做的box 以及这些simulation我看到帧数都不多 所以说当你使用differentiable去跑这些gradient的时候 你是手动把simulation上roll了吗 对就是让它跑 就把整个过程都跑完 然后再一步一步的回传 我了解 就比如说如果你有200帧的话 你就需要存200个copy的比如说position velocity 这些东西 保证它梯度回传不会被覆盖掉 对对对 然后我们发现其实就是只存frame 然后你需要的时候再把这个frame补全 其实更快的 直接在GPU上再重算 了解 了解 不存更快 了解 然后你的ground truth 其实所谓这个ground truth image sequence 也是用你的MPM跑出来再渲染出来的 对 对 嗯 就是然后你的ground truth的setting 和你的pack nerf的setting 比如说在这个griddx或者powercode number上面会有区别吗 嗯 没有 对用的是同一个dx 对如果说比如说因为因为假如说我们要 do one step forward 然后说因为这样的工作似乎是可以推广到可以capture一些真实的image 并且去测定材料参数的 而假如说我们现在ground truth的dx和ground truth的simulation setting 比如dt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就是MPM内在的一些intrinsive parameters 和你的pack nerf用的这些个超参就是不一样的 嗯 大概能做到多好 因为这个会出现不同的discretization error 对吧 对 对我感觉就是它能呃应该是可以在就是至少在vraw上面它的loss是比较小的 然后就相当于你是用一个一个表达能力更更低的模型去fit一个表达能力更高的模型 有这么一个感觉 如果你给定的给定的data来自于更密的grid或者真实数据 然后你用一个比较粗的格子去fit 就是我觉得这个这份discretization的error还是会存在的 但是可以给一个比较好的vraw上的结构 我没有一个问题是说呃那个canonical space它定义是什么 就是因为我看他需要把discretization的数据先选出来一个几个 嗯 他那个canonical space我在想disc如果是呃不一样的话会不会都结果有啥影响 所以disc会有什么假设 表示他是在一个不受力的状态下来说 对目前我们就就是你如果对我们在mpm跑mpm的时候是知道所有的 编辑条件以及这个对所有编辑条件 所以只要给定这个初始的particle 位置和编辑条件 嗯这个这个simulation是可以完全重建出来的 所以就是这不应该是没有任何假设 就只需要知道它的geometry也就是说你能采出来呃正确的particle位置应该就可以 对因为我们假设了这个整个simulation的或者整个场景的initial condition是已致的 比如说这以及邦对condition是已致的 所以唯一不知道的就是这个初始几核以及初始几核的位置 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那个8个例子那是怎么确定 就是有没有什么依据就是随机撒8个 好这个是算是mpm convention 就是一般最少要ppc等于8 再少的话这个它的quaditure 因为你算time integration的时候quaditure 带来的arrow就会很大 如果ppc小于8的话 当然你取更多是更好的 你算这个time integration的时候会更准确 但是再高的话可能计算上就会带来 就会更更贵 对一般来说84上限 其实没有就是你取的越多它越准确 因为你相当于是用一个离散点上 就在相当于这个用数值积分的概念 就是你把这个整个区间划分成了一些小的块 你肯定这个划分越密 它算出来的结果越准 就相当于这个particle越多 你得到的积分越准 但是少的时候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它就离真世界就可以很远 对一般来说就是我们取每一个维度取两个 然后比如三维的话就取二的三次方个 二维就是二的平方 我想问就是那个 就是仿真的不长跟你拍的那ground truth 那个frame之间有没有对应关系 对那个我觉得是关系不大的 有就是有一些case它是不太一样 就是差两倍或者差 对就是你的time step越小 它的单品越小 time step越大单品越大 就是这会它会带来一些数值的单品 但是对这个可能对物理参数 对据我观察到的是对物理参数的估计 影响不是很大的 还有两个小问题 一个是就我在paper里面看到 你们有个弹球的一个real data 就是particle view的一个down 然后那个的particle view的生存 其实和球还差蛮远的 是因为NRF重建出来的Voxel不够好吗 对那个那个data的主要问题是这个相机参数 它对不上就是误差太大 就是那时候它是需要比较非常准确的相机参数才行 你就比如说你这相机同时照到一个球 然后那你在这个相机的那个 它在球踩的叫Vero Hall 它的Insection应该就是一个完美的球 但是我们那个得到的结果就是 给的结果就是很差 而且因为设备的问题只有四个camel 就是NRF还有一个问题就是NRF需要比较dance的Vo 四个可能不是很够 了解 我觉得potential的以后可以用一些 比如说所以说它很strange 然后我就类似于我还是这个台 我就拿个手机在周围一边扫一边拍 就既可以把这个场景的运动重建出来 又可以把它的材料给估算出来 所以这就是可能还有很大的距离 但是这是最终希望想达到的效果 这只是现在这个只是一小步 了解了解 然后对刚才其实春乐也问到一个问题的 我也挺感兴趣的就是关于颜色对最后校正的重要性 就假如说我拍的这个东西就是纯色的 或者说我拍的这个东西是一个带颜色带浓度的液体仿真 比如说一个黄的液体和一个蓝的液体混起来变成一个绿的了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在仿真上做什么特殊的处理 才能让它这个loss align起来 对可能这个会对这个 对主要就是它这个你刚开始的时候这个MPM 它是没有混合起来 但是partigo混合起来 你做volume rendering之后可能不是和真实的这个mort blend是相同的 所以这个怎么去blend的这个两个volume 就是partigo混合之后 它的颜色的表达可能是一个问题 怎么去可能需要一个另外一个model去研究 这个两个液体混合之后 在simulation里面 它怎么去给一个appearance 那个液体一般就是透明的吧 就是它没有color 它可能会造成更多的问题 对对 不透明的不透明东西对nuf来说很明显的一个问题 对对对 它包括这个torus 假如说它是不带颜色的 而且但掉下来的时候 它可能会转 对吗 但是就如果说是一个没有颜色的torus 会对经济传生影响的 在你的这个框架里面 但你你说 但ground truth 它是白色也是有颜色的 对就假如说我ground truth 就是个白模 或者就然后掉的时候就是没有颜色的 然后就是capture下来的也是一个白模 这样子的话 你所有的粒子color都是白的 然后所以就不会有比如说我把红的区域 map到蓝的区域这样的los去了 对吗 就是它即使是旋转或者发生一些其他的带奇异的形变 也有可能对上 对它可能就更多的需要通过contour去做loss 就是这个哪地方有颜色哪地方有白色哪地方没有东西 这个是可以知道通过nerf 嗯 所以它可能就通过这个轮廓的变化去做loss 好耶那如果没有更多的问题的话 那我们就再次感谢李轩给我们做出这种包装吧 非常感谢来我们这边分享 有机会回国了也来北京看看 然后可以来我们这边玩玩 嗯 好的 好呀好呀 那我们要不就先这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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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